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中国女星赵丽颖因演出《花鲜骨》、《楚桥转》等电视剧而走红,身为胖命三郎的她,日前在拍完知否?知否? 英氏绿肥红瘦后,便宣布不再接拍新戏,引起网游好奇,最近她接受专访时惊爆,其实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,不仅脑后方血栓,心脏也很虚弱, 骨头好几处也都有伤,才决心好好修养赵丽颖日前接受《时尚八杀》杂志专访,谈到停工一事,坦白说出因为医生的一番话,才让她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如此糟糕,我本以为可以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。 这几年拍戏,赵丽颖身上的伤愈来愈多,且大多数都无法痊愈,只能不让她恶化,她表示,医生说我体质特别弱,说得特别,恐怖,后面脑袋有血栓,心脏很弱,说我身上好几处骨头都有伤,还让我补钙,说那个胆经还是哪儿全都是淤血。 听完之后她大叹,才这么年轻,身体却像老太太似的,于是决定接下来会议健康优先,好好把身体调养回来,不过先前中国媒体新剧观察整理出中国电视剧女演员TOP100片酬榜,身为一线女星的赵丽颖,推估片酬最高的为8000万人民币,约台币37亿元, 因此她这次停工休息,损失不少。 赵丽颖保出脑后方血栓,心脏也很虚弱。 浪琴提供 浪琴提供